姐 是这双吗 这么高的根 这多少厘米啊 十二厘米啊 十二厘米 它已经这么高了 你还给它穿这么高的高跟 有必要吗 咱有破根的吗 大摄影师 你不用工作吗 你如果不工作 我要看个话 我说你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那个 你可千万别动气啊 你现在需要心情 愉悦 愉悦 我一会儿十二点钟准时刻了 我走 你们先忙 走 她在追你吧 谁知道冲什么风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追人的 别人都送花 送首饰 她送 你偷远风这家伙 怎么最近老缠着你啊 我怎么知道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你怎么不等我啊 你有完没完 没 没事吧 你怎么不等我啊 我是问你手有没有事啊 疼啊 看啊 不去吃饭了 去医院 上来啊 上来啊 来 来 来 时间来不及了 等会儿我随便买点东西 你们在车上吃吧 前面不是有快餐店吗 你不能吃快餐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要是吃的话也得吃点有营养的呀 比如是什么 什么鸡汤啊 猪脚啊之类的 想吃也可以 那就买个 玉米磅啊或者 蔬菜汤之类的 要不然等你一会儿做完活动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 方梅 方梅 我儿子帮你查到了 何翰森的儿子 我儿子 是你远方亲戚 不是 是一个老朋友 失去联系很多年了 前两天 遇见一个年轻的男人 长得特别像他 想确认一下是不是 谢谢你啊 跟我客气什么 走了啊 走 走 走吧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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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事实终于调整过来了 从今天开始就要正式常美婚礼 吃饭吧 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 都娶到手了 半个婚礼有什么好激动的 多少婚姻才是幻灭 这才结婚多少天呀 就已经这么没有自己了 难道你昨天生气了吗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严肃我说这个 你应该早点习惯的 对了 有一件关于婚礼的事 什么 老袁一大早打电话把我吵醒 说他不太习惯了 他不想当主婚人了